邊境解封之後 原本大家希望這國內觀光 可不可以重返昔日光景呢 但好像真的回不去了 因為像是宜蘭花蓮的遊客 比起二零一九年都還要這個衰退 那像是臺北市各個景點 也是人潮大減 像是中列祠來說 這邊減少了超過八成 而之前非常夯的故宮 設林關底甚至一零一觀景臺 這人也都少了一半 專身一零一觀景臺 從高樓補看臺北市城市風光 或是來到故宮博物園 欣賞歷史穩固之美 陽光灑落綠意盎然 士林關底同樣是觀光好去處 不過實際上 卻看不見什麼外國客 資料顯示相比疫情前 臺北市各景點遊客不增反檢 邊境開放但旅遊沒有規觀 看看臺北市遊客數真的好慘 其中一到七月以中列祠的遊客 大減百分之八十一點六七最多 故宮減少百分之六十八點零八 緊追載扣 士林關底一零一觀景臺 也少了一半以上 其實不只首都觀光復蘇有限 東半部遊客同樣不如從前 像是宜蘭縣政府統計管轄內風景區 在今年端午連假 人潮雖然比去年翻了一倍 但仍然比二零一九年縮減超過兩萬人次 花蓮暑假遊客相較疫情前 則是平均衰退兩到三成 對此觀傳局解釋 因為國境開放較晚 以及受到兩岸觀光凍結影響 旅遊復蘇才會無法一次到位 在臺灣的物價都比日本的物價高 臺灣人很多人到日本去 那日本人到臺灣來的 機率就變少了 這一兩個月看來 大概有回來五十趴這樣子 好不容易迎來邊境解封 旅遊夜景氣回溫 臺灣人幅度卻受限 如何吸引更多國際旅客 重返習日榮景成為當前課題 記者主席英雄 台北怎麼到